你不去找工作 我去找工作 你不去上班 我去上班 我就是让你给我做一点热的饭菜吃 要求高吗 你干吗退三五四的 你笑什么 小弟 这么多年啊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困扰这种 就是 就是你笑起来好看呢 还是生气的时候好看 他们就像两个恶魔压在我的肩膀上 天天打架 但这么长时间 始终都没有分出一个胜负 那还真行 明天开始 我要去挂屁的公司上班了 真的啊 不是做办公室啊 就去当一个小维修工 就管管水电什么的 因为每天我都要五点半下班 回到家你怎么样也得六点半啊 所以我不能保证 每天都能给你做晚饭 但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给你做晚饭 我还做所有的家务 只要我能做的我全都做 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我还以为你是爱面子 懒得给我做呢 来吧 我错过你要老公 小弟 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会轻易答应的 但是我犯了错误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补救的 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过回原来那样的生活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只要有十分的力气 我不会只花九点五分的 你相信我吧 我相信 干杯 好 老公 等一下 等一下 喂 哪位啊 是我 真的 怎么了 祝新鱼 逮着了 真的 郭队 我们不会只能拿回 挣点钱吧 这笔最贵的款子 是嫌疑人在她保之前 从公司的账户当中 直接给划好的 只占全部集资款当中的 很小的一笔啊 余款的税奖 我们会尽力的啊 我明白 但是毕竟二十万呢 你现在就 现在知道心疼了吧 当初投资的时候 为何不灿烂眼睛呢 你们先回吧 有一种情况 我及时告诉你们的 郭队 那个退休的老师傅 乐马佛 他追回了多少啊 是这样的 我们是按照 集资人参与的比例 来进行 这样的一种清退的 你们二十万 只追回了两万五 他能追回多少 你们自己算一下 就清楚了 那没多少钱啊 你们认识他 我们之前一个单位 他是我师父 那是应该对他 好好注意一下了 就单日子啊 每隔一天 他就来追问一次啊 我看他的精神呢 不太好 这个案子闹得 要死要活的 可不是他一个人啊 又是不要得知道 只能拿回来这点钱 他不会又去跳龙吧 少爹 我们可淋巴巴的 看着我干嘛 要不 我们帮莫乐师傅吧 你现在不要动那些歪脑筋 好不好 赵婷 你想啊 乐师傅万一想不开 他又去跳楼了呢 他在这儿跳 他跑到楼顶上跳 那人民一场为人民 大家肯定就拦着他 他想不开 他去掉黄埔江怎么办 他万一要是想不开了呢 他哪儿都不想跳了 就算他想开了 他就拿回那点钱 他们一家三口 你想老的老 病的病残的残 这这子怎么挂 对不对 那咱们要是把钱给他了 咱俩的日子怎么过 咱俩不怕啊 你刚才听郭队说了吗 他们会陆续帮我们 找回那些剩下的钱 而且我们两个 两个都有工资 这双职工啊 咋怕什么呀 对不对 就你心善 就你嘴角 我听你的还不行 都说我老婆 这个人美心善 这一点儿没受错 行不行不行 哪哪哪哪拿去 哪更去吧 是 我也没想到 这回可以拿回这么多钱 师父啊 这就不错了 你啊 多给警察通知点时间 好吧 对 这回啊 我们谁都不折腾了 就把钱存在银行里 行 那挂了啊 有空咱们去喝面条 这个老乐啊 这次乐师傅高兴坏了吧 高兴 你没听到那腔调 都快唱起来了 是吗 你说这钱这个东西啊 可真的是有魔力 怎么能让人逼成这样呢 时好时坏 时香时臭 难以琢磨眼 快点 朋友 有点辛苦你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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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三小 不用了 生产单 可以用到这里面 是 不行 我们这个 不用了 生产单 可以用了 生产单 可以用来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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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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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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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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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碎 碎碎 莲莲啊 这个活啊 别干了 咱们换工作吧 掛什么呀 小时工啊 还是收医员呢 依我这个年龄啊 爸 也就这样 我女儿啊 总算是扶老了 谁说我扶老了 我是面对现实 我们是罗处 那个汤经理 其实他跟我差不多大 见面就喊理解 他把我叫老了 烦死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 这个晨颖啊 打住啊 你见着晨颖 你可千万别跟他提这个事 现在对于晨颖来说很重要的 他正是在恢复自信的阶段 这个时候你要再踏上一跤 你还让不让他翻身了 那他知道你干这个活 他不心疼你 他不知道啊 我跟他说我是销售 我怕他内疚 你呀 爸 你不用太担心我 其实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 就清闲了 不会那么忙了 说不定 上面还能给我调调岗呢 要不这样 爸给你签 你开个服装店 直接加盟你妹妹的那个公司品牌 从他那儿拿货不就完了吗 算了吧 我可不是那块料 你也别跟莱迪提这些事啊 我就想靠自己不靠别人 我这样挺好的 靠自己 说得容易 爸 其实晨颖现在挺好 变化特别大 有点像 我刚认识他那会儿 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个穷光蛋 就你把他当快宝 就是宝 穷怎么了 我们穷 但是穷得很有精气神啊 骑着我们的凤凰二八 兜兜风 压压马路 别提多精神了 港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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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上 找不出比你更港的人了 等着啊 学历 你是物业的吧 是 怎么了 我问你 电器你会不会修 我是负责水电维修的 我就问你会不会修啊 会一点 你要我帮你修什么 那太好了 你帮我看看这个 简单的 开不了机了 帮帮忙 帮帮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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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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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今天我就用它看股市 没想到股市跌得惨哪 又跌了 可不是吗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 就像用刀子挖我的肉似的 我想喝杯茶 我压压惊吧 一看又跌了两毛 我吓得手一抖 半杯茶 就这么倒上去了 我就看着这个屏幕 刷刷 闪了两下 直接黑屏了 那你后来又开过精没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兴许还有救 真的 那还带什么 赶紧动手修啊 不是 大哥 你还是去找售后吧 我是修水电的 虽说什么冰箱彩电什么的 我也能修两下 那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电脑啊 我是真的从来都没修过 我找了 售后说了 要把电脑放那儿一个礼拜 才能拿回来 这不开玩笑吗这吧 我这不到一个星期 我股市里的钱 全部赔得一毛不剩了 我求求你啊 赶紧把它修好了 我经常等着清仓呢 我真没什么把握 要钱是吧 放心 维修费一分不少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不是 大哥 这真不是钱的事 要不 你们家有吹风机没有啊 把它吹干试试看 看能不能看 吹风机 对啊 我老朋友 我拿给你 怎么样 快了 快了 不行啊 你再加快一点哪 你不知道我一分钟 损失多少钱哪 我知道赔多少钱 我也赔过 是吗 你也吵过过 那你赔多少 肯定赔得少 好了没有啊 好没有啊 好没有啊 这外面看上去是吹干了 但是 关键是什么 这茶啊 对电脑有腐蚀作用 现在开机不太保险 大哥 我建议你啊 把这电脑静置几天 不是你还是找售后吧 好不好 别啊 肖老弟 我哥哥等不起啊 眼看着马上收盘了 我必须今天把所有的钱 全部包掉 好 那我开了 开啊 真正开了 真 真开啊你 真是 开了 真开了 小兄弟啊 真看不出来 真有两瞎子 看你也太厉害了 咱们五眼真是惭惑我啊 大哥 你赶紧 赶紧把你的股票卖吧 别 别耽误大事啊 conform color 上cią报哟 上渣文与 来了 小乔去 喝杯茶 谁叫你倒茶了 我一见着这个茶 我去火炸 那走 那走 大哥 我们这物业啊 主要是公共设施的维修和保养 这家用电器呢 主要就是力所能及的看法 您这笔记本 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想负责了是吧 不是不想负责 是真没这义务 那好 那我问你 这位陈师傅 是不是你们的人 是 那不就得了 现在你们的人 把我的电脑修坏了 你说该赔不该赔 我不管 是公家赔还是私人赔 反正你们就得赔 我赔就是了 大哥 据我了解 是您非要带着陈师傅 去您家修电脑 具体怎么修的呀 也是听着您的意见 您说现在这电脑坏了 我不能把这些责任 都推给我们吧 据你了解 对啊 那据我了解 好像这位陈师傅 还没有上岗的资格吧 因为我刚才跟他要证件呢 他支支吾吾半天 就是拿不出来 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他这是无证上岗 这是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 今天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信不信我的消息 我的房管局 我去告你 我一告一个准 不是 你先在这儿聊聊了 大哥 你听我说 谁跟你聊了 大哥 你听我说 电脑是我弄坏的 没错 这属于个人行为 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电脑多少钱 我一分不熟 我统统赔给你 行 等一下 等什么等啊 陈师傅都不要太烂 你推三组四的 你什么意思啊你 大哥 这台电脑是新的 性能价格比你的电脑 只好不坏 你要愿意拿走 就当赔偿你了 把关贴命 行 今天呢 算我倒霉 我股市上损失的那么多钱 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这事就这么结了 不过这台电脑我也要拿走 回头二手市场卖掉 多少还能少赔一点 大哥 我送送你啊 我肯定的有鬼 光皮啊 我才刚来你这儿 干两天活 就给你惹这么大麻烦 对不说 小事 那什么 我最近手都紧 那个电脑的钱 你就从我公司里扣吧 不用啊 这电脑本来就是公司的年终奖 发给优秀员工的 你这么优秀 肯定是你的 别啊 还是从我公司里扣吧 陈哥 当年在路段你没少照顾我 你还记着那挖掘机吗 要不是因为你帮我修好它 我到现在还背着一屁股债呢 我这心里一直记着 对吧 你就当给我个机会 让我还个人情 谢谢 这样 你先回家休息一个月 把这从业资格证给办下来 承得麻烦 这段时间呢 工资奖金兆花 就当也有学习了 别别别别 无功不受禄 那这样吧 不是公司有那个保安队吗 那我就先去保安队待上一个月 等我这些资格证什么都 都办下来 我再回维修班 行行行 我听你的 裤子长不长啊 还行 药有点大 但是系上皮带就好了 你这个裤子全部都缝了一遍 你再试一下 来 尝尝 怎么样 帅吧 乖 收拾 收拾 请你 赵金兆 你不会怪我吧 怪你什么呀 蛮好好的一个维修工 幸远就编成保安了 啥样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怎么样 只要肯干就可以了 就算你这么多年的武侠小说 没有白看 终于有一母之地了 对呀 咱们想在一块儿去了 如果我遇到坏人 我就先给他来一个 七十二楼空明圈 把你给厉害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 你啊 再遇到什么事 一定要冷静一点 你坐下 人家刮皮帮了咱那么大的忙 顶着那么大的压力 还帮你扛事 可不能再给人家惹麻烦了 放心 就一个月嘛 能出什么事啊 二哥 前两年我回家还跟我爸聊呢 我正是觉得现在 每天我过得特别地开心 就好像回到了以前似的 前几年吧 虽然咱们俩吃不愁穿不愁 但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特别像困在笼子里的小白鼠 我拼命地往前跑啊 脚底下蹬的就是一个轮子 感觉自己好像走了很远很远 但是低下头一看 其实我就是原地打转 但是现在呢 就好像回到了咱们俩刚领证那会儿 每天乍乍乎乎的 为了生活打拼 设定目标设定理想 再实现目标实现理想 每天闭上眼睛 就特别期望着第二天到来 因为那一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 闪闪发光的一天 所以我再苦再累 都会笑得出来 老婆 我特别喜欢看你笑着的样子 你一笑起来吧 就像黑夜里点了一盏灯 就像寒冬里刮了一阵春风一样 一条路有多少个人都在拥挤 就像那里奔去 梦在哪个方向 就像那里奔去 无论生在这里 还是在远方 该走了 都在寻找着 忙碌着 做最美的自己 生活就是自己折腾 你们太好了 吃이야 我给他们into 好 我把你放了 一个梦有多少个人都在争取 跌倒了又怕起 前赴后期 李姐 孙明 您最近那个工作做得特别好 大家都是有多共同 并且脑子也灵活 想着很多方法来让提高咱们的工作效应 所以呢 我就向上边打了申请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您很快就可以调到咱们销售局 谢谢经理 你是说我可以当销售了吗 没错 太谢谢了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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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设计典雅大气 您看啊 从这儿进来之后呢 这儿有一个中央发展 好的 绿地达到了百分之三十 我们这样的设计呢 是为了请您打造一个 好 没问题 好 来 怎么样 各位朋友 有没有兴趣 把你们归国创业的第一站 递在我这儿啊 那就要看你打着的力度 是不是够有人了 好 没问题 走 先带你们去样板间看看 好 来 各位 这边请 李姐 李姐 赶紧准备一下 董事长那客人过来了 快 好 来 各位 这边请 这边请 这个就是咱们的样板间 来 里边请 我们房间设计 特别适合居家搜后衣服 欢迎光临天使家园 请 您请换鞋套 我来不好 欢迎光临天使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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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总是在 最狼狈的时候碰到你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现在啊 现在可能不方便了 我的午休时间就半个小时 那我跟你经理说一下 没事的 勉强就算了 那下次吧 下班吧 下班吧 下班我请你喝咖啡 就在咱们落口的咖啡厅 我应该五点多就能到 好 不见不散 还有 你并不狼狈 你永远都是最可爱的 下班 你也不选就是 你也不跟上 下班 你不想跟上 我真是最明显的 你得知更多 我心不开心 但是要习惯 一会儿 小老板 来了 请坐吧 你不会一下午都坐在这儿等我吧 今天本来是要去浦东开会 但怕开完会再回来时间不够 耽误你工作了 没有 改正电话会议都已经搞定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擅自做主 不会 您需要点什么 你要喝点什么 现今是我第二杯 给我来一杯奶茶吧 谢谢 真的是不好意思 不够假老板 你一直做外貌 而且做得挺好的 为什么转去做房地产了呢 这几年房地产风生水起 人人都想争得先进 我当然不能免宿了 谢谢 请慢用 借我的照片 好 过去我看你受苦 皮皮会冲上去告诉你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现在想来真是一种冒犯 是我太幼稚 太自以为是了 每一个人经历不同 观点也不同 我不应该以我的耗恶 去干涉别人的女生 你笑什么 是不是觉得我太严肃了 不是 我是觉得你结婚了之后 变得成熟了 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这次回过情理 没有孩子 现在我又是快乐的单身汉了 为什么要离婚呢 地球上有六十亿的人 你的另一半就是六十亿分之一 两个人能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 成为一家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或许是还没遇到那个合适的人吧 贾老板你放心吧 你一定会很快就遇到你的六十亿分之一 是 别挖了 都别挖了 你们那个管道图看过没有 做过测量没有 你们再这么挖下去 很容易就把底下的那个电烂点挖断 再往下就是天然气管道 一旦把管道泄漏的话 这周围小区居民都会有危险呢 你一个保安 你知道这底下埋点什么 你这不信口开阁吗 我太知道这底下是怎么回事了 这底下三米 是一根直径为二点七五米的污水总管 再往上十厘米是一根支管 地下一点七米和一点九米 分别是高压电线和一根民用低压电线 再往上就是巫术的电缆 还有信息管线 地下零点七米和一点二米 就是你们马上就要挖到的电缆 还有天然气管道 你到底是谁啊 你别管我是谁 总之今天这个地不要再挖了 前面管道有个交友站 如果天然气泄漏 那边发生爆炸的话 我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不是 我看这图纸上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哪儿来的图纸啊 这个地方最后一次开花是一九九四年 队长 还挖不挖了 都干了一天了 现在说不挖了 我们管谁结账 万一要出事咋办哪 谁给他图纸谁负责呀 你们还挖不挖 你们挖不挖 你们挖不挖 你们不挖是吧 我挖 不是 兄弟 我跟你说 万一要出事咋 真的咋办哪 喂 业一要灵吗 哎 我这儿有人非法施工啊 哎 我这边的路就是在 哎哎哎哎哎 别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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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赵道柳金正该揍你一顿呢 但是我老婆不让我打架 我告诉你们 只要有我在这儿 这块地谁都不许碰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还是坐公交吧 挺方便的 至少让我送你到车站 天快黑了 附近也都在施工 送你到车站 我也放心 那好吧 K K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你们还没走 跟朋友在附近谈点事情 哦 杰森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我在美国读书时候 最好的朋友 K 哇很高兴就是您 你好 这位呢是我现在的合作伙伴 杰森 他呢也是在美国留学 也非常喜欢打高尔夫 你这样会出事的 你上不上来 不上 你干吗 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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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把手工 你没什么想要结架了 快 快上 我不上 我不上 你上 来下课 快点 怎么办呢 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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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架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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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用下去啊 对当对当 出事了 出事了 对当对当出事了 不是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 这再挖下去真的会出事的 就不信这个行了 下课 咱们这么多的还怕那几个人不成 下去 来 你没事吧 对对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想打你的 我不是想打你的 我不当心 我不想打你的 我不是想打你的 没事吧 给我打 给我打他 给我打他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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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回事 你们刚刚打人啊 是他现在动我的手 成哥 怎么回事 你看 你看这坑 要不是我拦着 这底下天然气的管道 就被他们给挖破了 贾老板 刚刚听你的朋友 叫你肯 我在美国的朋友 都这么叫我 你要愿意的话 也可以叫我肯 我还是叫你贾老板吧 随你 你平常 会经常上网聊天吗 会呀 不过主要都是办公 很少闲聊 好 你知道水晶蓝百合吗 水晶蓝百合 那是陈也吗 你靠边停一下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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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用操ord 别打了 别打了 我露了 别打了 不要打呀 你 你怎么用打架呀你 你们那么才气啊 董事长 董事长 自己冠着 他就是天使机船董事长 假嘉宏 行动 搞了半天 我一直在为你打工啊 你们认识 你们这大主小主都来了 你看你给我工人打成这样 怎么办 你都受伤了 先去医院吧 我派人跟你们过去 医药费我住 光医药费就行啊 我这是耽误半天工夫呢 那你想要多少 多少 医药费加上半天工夫 您给我八千 八千块钱 怎么那么多啊 不给是吧 去陪着坐 去又去 谁怕谁啊 坐坐坐坐 你去哪儿啊你 我根本跟你说别惹事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惹事 我还要问你呢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不是找工作吗 你找贾方舟去了 销售啊 我看是私人秘书吧 李昭殿你可以啊 工作上着了 小轿车坐上了 我整天担心你 我担心你过苦日子 原来你的日子 过得比蜜还挺啊 我白给你操心了 陈衍 你误会了 误会 我是误会啊 我以为我祖上积德 让我娶了个好妻子 跟我同甘共苦 一起去过上好日子 李昭殿 你是要过上好日子 但你的好日子里面 有没有我都无所谓 喂 陈衍 这一群 是替李小姐打你的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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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舟 我认你很久了 我告诉你 你最近的李小姐 是有丈夫的 就是我 陈衍 没资格做她丈夫 根本就不懂得珍惜她 我们家的事 你给我伤缓 陈衍 我承认我对李小姐 一见清晰 但我一向很昏住她 从来没有逼她做事 不过现在 我正式向你宣布 我要正式追求李小姐 光明正大 和你竞争 你干什么 这个 对不起 李小姐 李小姐 原来你是这样的女人 我看错你了 跟我过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 委屈你了 行 我不留你 你现在就跟她走 滚 你立马跟她走 有多远 你给我走多远 走啊 好 快 有点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好吗 蒋老板 你能帮我个忙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你放个小时候存钱罐干嘛呀 这也是你的嫁妆 这里面是什么 现在不能告诉你 这里啊 全是爸爸的警囊妙计 到了关键时候 你才把它打开 好 好 赵迪 这是承野给你的六千六百块彩礼钱 爸爸一分没多 留给你应急用 你嫁给承野少不了在钱上为难 但只要是钱能解决的 就都不是大事 好好过 爸爸永远知情 陈哥 手机找上了 还能用 解决了 他们就是要钱嘛 拿了钱就不追求了 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你可别这么说 但凡是咱们路段出来的人 看到他们那种施工法 都不会装个抗件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我也没脸在你这儿待下去了 明天我就把钱和这身衣服给你送来 然后去办离职 陈哥 我 我跟你实话实说 赔上金嫂子已经给他们了 你没必要辞职 我这脾气你也知道 在这儿待着更难受 陈哥 其实你只要跟嫂子解释一下 这条路从今是你铺的 那嫂子肯定会理解你啊 不是 你为什么不说啊 没用了 你没看见你嫂子 刚才那表情吗 那眼神 他对我彻底失望了 不至于 是我 把你嫂子的耐心 和感情全都摸没了